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视剧 金钟单元剧 而且它也是一个 大概当年是第一出音乐歌舞剧 在电视上的音乐歌舞剧 曾经入围了三十八届金钟奖 四项提名 我们先谈一谈 你自立门户很多年 但是从事编导 在很多时候我都把你当成是一个老师 我有不敢当 你是教导更多年轻的 对 表演工作者 可是一方面表演 一方面创作 一方面教学 是 这三合一的咖啡 三合一的这个工作 我想你就拿爱情 哇沙比做一个例子吧 对吧 就是我相信这里面都有不同的成分 包括教学 包括表演 也包括文本创作 对 因为到目前为止 春河所做的戏 大概都是从我这一刻乱七八糟乱想的脑袋想出来的 那当然我不见得去执笔 就是真正去写剧本 但是就会找人跟我合作 然后我们一起把剧本做出来 还是讨论剧本先 对 讨论剧本 就是我的概念出来 然后我们一起修订剧本 然后再把它变成真正的一个剧本 然后再看是什么样的形式 当年这个是春河剧团创团的第一个歌舞剧 然后我胆子也很大 因为就是觉得说 自己之前演了一些歌舞剧 对这个还是很有很大的兴趣 想要做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是 所以那个时候都是第一次 然后包括找音乐创作的人 找黄韵玲 我还记得他当年 对他来讲也是第一出戏 他就 他整个在电话那一头 十秒钟没有声音 我心想 我把他吓到了吗 还是他觉得我很唐突 不晓得怎么了 他十秒以后突然尖叫 说耶 你怎么会想到我 我要接 我要接 就这样子 我当时跟他没有太熟 但是我们变成好朋友 然后一起创作音乐 我觉得小林的音乐 真的太完美了 然后 只是想到说 一方面人家讲到友情 都是从男生的意气 然后你看什么 蒙甲 弟兄 大家这种意气风发 可是事实上女性的友谊是可以像蒲草一样很绵长很坚韧的只是不那么的张扬 是 对 可是真的有事的时候我们真的会丢下一切去帮助好朋友 在这种表现一段长时间女性友谊的有这个背景的 多半我们都会带有一种比如像同学会的 从前如何了后来如何了 人生发展各自走向不同的道路以后又如何 彼此有误会了或者有这个妥协了 重新的和解了 看起来有各种公式啊 但是我相信你选择了三个女人从中学以来就是深交的闺蜜 是 一定有有你的本源和你的创造 我想看看你你你你你像想在这三个角色里面各自表现出什么样典型的女性 呃这三个女性呢我们就说像静茹 静茹在这一次这个角色是金志娟饰演的 嗯 她是一个节目主持人 嗯 就是说看似这个风光 然后她又是一个婚姻专家两性专家 对 所以她专门在节目里面帮人家处理这样的问题 但是她自己却面临到了因为是老妻少夫的这种状况 嗯 然后她家境又好 所以她就天天都不放心这个年轻的老公在外面会年化热潮 嗯 然后就是天天这个老公也受不了 老公的反应就是说我回到家跟当兵一样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嗯 可是她面对她的时候还是依旧的尊重她就尽量讨她欢喜 因为可能他们之间有很多原因 maybe为了钱 maybe为了什么 于是这一对的状况变成是一个看似幸福美满的婚姻专家 嗯 但是他们却呃有一种我离不开她 没害怕她离不开我的无奈 嗯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呃呃呃白美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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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这个角色 美珍这个角色 美珍 美珍 Bike 嗯 呃这次在家演的这个我们特别请到罗美玲呃 罗美玲歌姬啊 她还唱的真好 然后来演这个角色 Pretty uh this 呃呃这个腰围20寸体重43公斤的Pretty Pretty美美美老师 嗯 是一个广播节目教英文的老师 好 完全跟徐薇没关系 所以大家不要隨便聯想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在做的時候 你剛剛你把身材講了就很不像 就非常不像 因為對徐薇老師身材太好了 那他就是 但是他的狀態是 他結婚的時候已經先上車了 可是他結婚當天就後悔了 他才醒悟到說 原來他按照一切的傳統 好像就是嫁給一個 讓他懷孕的人 然後他們可以組成家庭 這件事情其實是錯的 他發現他嫁錯人了 所以很快就離婚 他自己一個人帶孩子 然後可是卻常常要周旋在 就是跟這個前夫要贍養費 要繳學費的這種狀態裡面 那是不是導致他對男人不信任 或者是說 他從來就沒有真正認識他自己 在這個戲裡面會有一個詮釋 因為他後來會 認識了另外一個女生 他覺得他對那個女生的感覺 跟我們這三個好朋友 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他就會有另外一個出路 那至於我演的這個角色 叫娟娟 是一個很強勢的節目製作人 那時候每次到攝影棚的時候旁邊這一些年輕的工作人員看他 他自己覺得別人就是覺得他就是過氣的 他說搞不好外面的人還願我吃晚飯 所以三個人到這樣 但是你剛剛講的女性的友誼成長 這個部分我倒是抱持一個很美好的一個感覺 就是說這三個人其實從來沒有太大的紛爭 一直都是真的是很好的朋友 只是彼此到了這個同樣的年紀卻面臨到了不同的人生階段的挑戰 這個是比較比較沒有以前怎樣 現在怎樣 而且我比較沒有琢磨在從前 都是現在 都是現在 對 只是有一個基礎在那裡 三個是好朋友 這樣 為什麼是哇沙比 哇沙比很嗆辣啊 有的人喜歡有的人不喜歡啊 但是他基本上他是 有些時候他是一種粉飾太平的 你總覺得沾了哇沙比好像東西就會很好吃很新鮮 或者就是就是除菌了 對 有人會這麼說 但是不是真的呢 嗯 但是有的時候不加他好像又少了點什麼 嗯 時隔17年再度搬上舞臺 嗯 她和17年前 光是創作者和表演者 嗯 都有極大的改變 對 那你談談這一頭一尾 欸 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對 第一代的這個導演是劉亮佐 嗯 然後這一次重做的導演是我弟弟 嗯 那不管是亮佐或是我弟弟他們現在也都自己有結婚 小孩都大了啊 是 然後當年大家都很年輕的時候 對這個劇本的想法也比較單純 嗯 所以就依照我的想法就是很針對這三個女生的狀態 然後也沒有太多的發展 然後可是這一次裡面 比方說包括我們有一個小女生 啊 有一個小女生是在講 現代有一些年輕的女生 她會以當作 以自己當作籌碼跟武器 嗯 會去要求 比方說身材很好 臉蛋很好 你只要答應我做一件事情 我就可以幫你怎麼樣怎麼樣 嗯 借機爬上來 我當然不說所有的女生 但有一路的女生是這樣的 嗯 當然有一路的男生也會是這樣 沒有 而且就 感覺上比前一代的人更光明正大了 對 對 就是這樣啊 不然呢 嗯 那 所以這個劇情就會發展到很有趣了 因為他的對象 他是來找我 他來找我老公 嗯 說 你是創作歌手啊 你幫我發片啊 嗯 那這兩個人會怎麼樣 我的先生守得住嗎 嗯 那 呃 但是這些的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就是說 從前還沒有發生這麼明白的 一個就是 呃 所謂小鮮肉的部分 嗯 因為現在很多人就是戀愛不分年齡嘛 嗯 於是我戲裡面一個跟在我身邊的執行製作 哦 也 也對我告白 也加入了戰隊 對 加入了告白 哎呀 這下真是糟糕啦 大家一陣混亂 嗯 我戲裡面有一句台詞 就是他跟我講了一堆話 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是真的還是我想像的 嗯 然後 總之讓我小路亂撞 我覺得怎麼會這樣 嗯 然後我變得有點彷徨 這個在第一個版本裡頭沒有 沒有 沒有 哦 你加入了其他比較複雜的 對 呃 節外生枝的愛情關係 對 第一版本我們有試著放 但是它不明顯 但是現在我們把它做得非常的清楚 嗯 然後還有當時只是想女人的問題 沒有想到 我漸漸的成長慢慢發現 其實男人在這個社會上是很辛苦的 嗯 女人有閨蜜 我什麼都能講 嗯 男人好朋友 我什麼都不能講 嗯 我沒有辦法 一個男人沒有辦法就跟他好朋友說 你知道嗎 我老婆嫌我很糟 他講不出口 嗯 我老婆覺得我 我過氣了 或是什麼 他完全說不出口 他也很難跟他朋友說 我女兒現在青春期在嫌棄我 他都很難講 嗯 就覺得男人有點可憐 嗯 所以在這裡 我們原來的一個戲裡面有一個 我們在SPA裡面在那邊瘦身美容 相對的也給男人一個三溫暖 這幾個男人在三溫暖裡面把他們的苦處都吐出來了 嗯嗯 然後這首歌新寫的 然後我覺得黃玉玲的曲寫的真好 等一下 你現在講的是男人三溫暖 我只要你尊重我 我要的不多 我只要你相信我 我能給的不多 我只要你不要再催我 不是我故意冷漠 只是我不想說藉口 不是我經不起誘惑 只是我會感到寂寞 那不是人病有九歲 哪會讓你看笑愧 我們都一樣 在外面收了少回家要堅強 我們都一樣 內心再怎麼淚外表還是要隱藏 我們跟他們不一樣 他們有閨蜜可以幫忙 男人只能流淚 不能輕彈 看 我們都一樣 只敢在這邊講一講看 這是男人三溫暖 三個老公的抱怨 是 我們剛才也已經在歌聲裡面聽到了主要演員的聲音 包括了何篤林 范之強 肖志偉 我們先從何篤林 當然他資格比較老 他從 我看他是從那個 跟著感覺 不是 那個叫做 我有話要說 我有話要說 對 斯蒂麥考商堂開始 他那時候才17歲 談一談何篤林在最近這幾年 除了電視上面 他主持電視節目 之外 在你的劇團裡面他的表現 他其實讓我很意外 因為其實天秤座的何篤林 然後他的生活不缺 所以他一直很安逸 然後也有點懶散 就是他不會很主動想做什麼 當我後來想到這個17年後的重新在做的時候 我突然間想要篤林 我覺得他好適合 他也曾經是歌手 然後也好多年沒有新作品 然後行也很對 我就是想找他 然後我跟他聯絡的時候 他沒有說不要 但是他說他要很嚴重的想一想 我就邀請他去看我島的另外一個戲 也是歌舞劇 我的媽媽是Annie 另外一個他看了 看了之後我就再問他 他就一口答應了 那事後我也沒有跟他討論 一直到後來我們要演出的時候 也有人問他說 有他的朋友問他說 你怎麼可能會接啊 我都不敢相信 你懶散的一個人 他說 我覺得 我也在聽說他到底要說什麼 他說因為我對狼祖雲很信任 其實讓我很感動 然後像他是從小芭蕾舞跳這麼好 當然很多年沒有跳 可是他整個在排練的過程裡面 非常的認真 瘦了八公斤 就是操練 操練 然後整個後來變得很帥 因為他舞跳的還是很好 你們正好順便在這裡談一談 因為我們不太了解 歌劇或者說音樂劇 我們大概都明白 但是這裡頭還有舞 對還有舞到 舞 他大概有怎麼樣的一個表現 是有個別的幾支舞嗎 還是 基本上有歌就有舞 在我們的戲裡面 在這個戲裡面 他比較特別是 我們沒有歌隊 全部是演員自己扎扎實實的唱跳 就沒有歌隊輔助 就不是說大家在後面跳一個主要角色站前面 沒有全部自己跳 所以只要有歌就有舞 而那個舞的發聲音我們的編舞老師 是北一大 北一大的這個舞蹈系出來 非常優秀的老師 羅偉君 對 他的舞的設計 就不是說是那種唯美的 他完全是就是說 他看個人的特質 然後他去設計 你的能力可以做到 或者是說 他不是說將就你的能力 他是push你到那樣的一個能力 然後他的舞蹈就變得非常的 帶有很深的感情在裡面 就不是只是做動作 這些動作都是會有理由的 整個排演期有多長 或者說運動期有多長 三個多月 三個多月 所以大家從六公斤到八公斤不等 都瘦了 都瘦了 娃娃姐也瘦了七公斤 需要我在節目裡呼籲 因為有減肥需要的朋友加入春河劇團 小燕姐也這麼說 但是加上了舞 這個演員的負擔 尤其是唱歌喘氣的負擔 會更重 所以我認為 編舞老師這樣的一個操練是對的 因為他一直在強調核心 舞者為什麼跳舞他不容易喘 原因就是因為他找到了一個運動的核心 你的核心存在的時候 他可以hold住你的身體你的氣息 到唱歌的時候是非常穩定的 所以我們即便真的肺都要炸了 可是我們出來的聲音還是穩定的 對像我們都是唱現場 然後我還記得有一場演出的時候 因為就是我們編舞老師去上喜友間 他就聽到一對父子說 蠻好看的耶 對啊 唱得不錯 然後那爸說應該是對嘴的 怎麼可能唱得這麼好 但我們聽了很高興 因為不停地在動態中 對 除了剛才講 減了幾公斤之外 你認為何篤林在演技上面還有哪些特殊的表現 有他一開始其實蠻 蠻蠻 我覺得他有點疏離 因為很久沒有演了 所以他一直很擔心自己實際不起來 尤其他的夥伴郭靖淳一直笑他 他說你怎麼可能記得起來 然後他非常努力 你從一開始的比較深色到慢慢慢慢 越來越越來越清楚 越來越給 就是那情感感給 那當然我自己也給的很多 然後我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常常在教課的時候在講說 演員演員在要演一些比較親密的戲的時候 一定要先熟悉一點 比較容易做到 那因為我們越來越熟 大家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所以他這種給的能力就越來越強 所以到後來 我記得我們後來又改了戲 有個地方改了戲 然後我是哭了 我當下哭了 然後 有一天我們好我們好嗨 就是我哭了 他也哭了 就是他你就看到他一直一直在給 改變他自己原來的狀態 是 訪問的是春河劇團的團長 以及導演郎祖雲 愛情瓦薩米 從2001年到現在 時隔17年 重新編曲上演 一定要去看看 娛樂烘趴 春河劇團的團長郎祖雲在我們現場 今天談的是愛情瓦薩米 您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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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ect Love 喜歡 喜歡 早晨醒來 身邊 有個你 喜歡 早晨 咖啡 散發的 香氣 喜歡 看著 你 那 迷人的 眼睛 我說 幸福 竟是 如此 容易 你說過 你會 愛我 全心全意 你說過 你聽見 我 心底的 聲音 你說過 我 這首歌 介紹一下 先介紹一下 作詞的人 作詞其實是我們劇團的企劃 對 人家有個名字 有個姓 王偉氏 王偉氏 我們記得 能做那麼好聽歌的人 一定要記得他的名字 王偉氏 還不止如此吧 這首歌應該還有 有 這首歌就是因為 金志娟娃娃姐加入 然後我們第一個 第一個當然就整個劇團 整個表演的考量 就是說 這麼能唱搖滾教母進來 我們一定要有一首 專屬他的歌 讓他唱 量身定做 但是又不能硬抓進去 所以就這一次劇本的一些改動 就是強化了他跟他先生 Tony之間的這種老七少夫的狀態 我一直講老七少夫好 對不起他 因為范子強太年輕了 那麼 他心中可求的是一個完美的 因為他是婚姻專家 兩性專家 所以他告訴別人 都是怎麼樣做一個好太太 怎麼樣完美的去維持自己的婚姻 所以就是他的想像 所以當這首歌 當我們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後 他一個人在空蕩蕩的攝影棚 輕唱了幾句 好淒涼喔 他說這就是證據 這就是我要的愛情 但是其實跟他的人生是相反的 是 聽起來好像 從你剛開始介紹 不論哪一隊 他這個不管是愛情或者是婚姻 或者是整體的生活 都有一種悲劇感 也不會啊 我到最後還 我不能講 來看了 就告訴你 我們三隊其實狀況不一樣 但是就是友好 都有讓人意外的逆轉 是是是是 金志娟本來就是金嗓子 對 銅鑼嗓子 他好厲害 對他可是他在演出的形式上 娃姐也是一開始是蠻緊張的 蠻緊張的 可是他很早就把自己的台詞都準備好 所以他很早就沒有在看劇本 然後他 他的髖關節有一點狀況 可是他依然就像一個新人一樣的 跟我們一起在這樣子暖身啊 操練啊 所有的時間 然後但是娃娃姐排練時間比較特別 因為他們家裡的家教聖言 他晚上都要回家吃飯 所以早期一開始的時候 他都只有排到晚飯前他就要回去了 是一直到禁劇場的前兩周才開始 進來跟我們一起工作到晚上 但我覺得他很棒 他甚至還在中間 試圖要挑戰他聲音的新的方式 怎麼說 因為我們有一個 我們教歌唱的老師 叫馬仲仁老師 他是一個非常特別的老師 包括說他顛覆掉很多 所謂聲樂的那種發聲 他說丹田 一般人根本練不了吧 遠水救不了近火 我們往上一點 往上一點 中丹田就可以了 然後怎麼發聲 用你自己原來最漂亮的聲音 你都不用擔心你會唱不到 娃娃姐 因為娃娃姐的聲音一直都是 比較是假音的位置 那事實上他高音唱得了 只是時間太短 要不然他其實中間一直在嘗試 他有沒有什麼可能 在突破他的聲音的狀態 我覺得這個精神是很了不起的 是 娃娃在演戲方面 比如說 越演越好 對他的性格好像看起來 還得有一些變化 因應著他的對象 對 他越演越好 剛開始的時候 只是符合劇本的要求 就是做到了 但是他後來越來越活潑 他演一個電視節目製作人 主要是他活潑的地方 是跟他老公的對話 就是說他在這個電視節目的這個 主持人婚姻專家 他是很冷靜很知性的 可是一碰到他老公就說 不是說好四點鐘來接我 他有一種娇氣 因為家裡有錢嘛 對他演婚姻專家 對然後可是他反過來 跟他這個年紀小的先生在講說 你不是說好四點鐘來接我嗎 那這一張超速 這張照片 為什麼旁邊還有一個女人的腿 不可能 那就是路燈的反射 我頭一次聽說路燈會穿高跟鞋 這一類的 他就有點娇氣 他越來越好 到後來 到後來我其實 其實瓦解一放鬆 你會發現他其實蠻有喜感的 蠻有喜感 蠻有趣的 對 我剛剛講的電視節目製作人是你 是我 我是電視節目製作人 對 這也有 包括在職業上面的一些表現的考驗 對 像我的話就是那種忙到不行 在戲裡面 就是一直看到我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一會開會 一會上樓 一會下樓 一會這個誰 一會那個誰 就是這個狀態 然後這個狀態突然間停下來的時候 是在一個很 兩個 我有兩個地方停頓 一個是 我先生來 因為我幫他約了一個唱片製作人 要幫他重彈就是何篤林 是 然後我在問他一些我們從前過往的比方說 我問他說 你以前會為我寫歌 你現在會寫嗎 他逃避了 因為他對我沒有感覺了 就是他覺得我太強了 他得不到 得不到好像之間沒有愛情一樣 他說會啊會啊 我覺得他的回答非常的隨便 就是沒把我放在應付我 對然後我心裡是難過的 可是在劇情的張力裡面 他故意先不解決這件事情 就是讓我們彼此 在別人打斷的狀態 就是 就他結束這個談話 第二個停頓是 所有的人都下班了 我還要留下來 看很多的合約跟那個 然後我的執行製作就來了 就說 就你的小鮮肉 我的小鮮肉來了 還算你告白了 對他就是 對我非常關心 比方說他就說 你要的咖啡 我已經幫你放在桌上 咖啡 對啊 什麼什麼低咖啡因 少奶泡 怎麼樣幾分甜 什麼我已經放你桌上了 你每天不都要喝嗎 突然間很溫暖 謝謝 因為夜深人靜 攝影棚夜遭很冷 然後結果 結果打了兩個噴嚏 他就過來了 大衣就披上 縫衣就披上 娟姐 你要懂得照顧自己 哇 然後那個歌就來了 就很shock了 對 然後就就就 我就陷入了一種迷惘 啊現在到底怎麼辦 對 對 在很多感情處理的層次上面 這裡也牽涉到 我老是會想17年改變 對 你還有演員也有改變 對 包括這一次的羅美玲 羅美玲 對這次 跟先前 是這這次新版是這個杜詩梅 是 但是還有一些私人的原因 所以我們就在這一次九月佳演的時候 換成羅美玲 對 美玲 美玲是一個非常非常易感 而且而且很能量很強的人 歌又唱得很好 對 這就是等於是我們所有的人 第一次跟他一起工作了 是 對 可以大致上描述一下 他緊張死了 然後 他演一個兒童英文 兒童英文節目主持人 對 然後 他現在都已經沒有在管他的職業了 因為他現在就是忙著背 記這個台詞 記舞步 然後呢 他說歌練了 可是歌一加上舞 他就忘了歌 現在是在這個階段 然後 然後娃娃姐都會鼓勵他說 哎呀你很不錯了 你看你才來排 剛排沒多久 你就已經記住這麼多了 我們排了兩個月 我有些還會掉 我上台還有跳錯 就一直在鼓勵他 這很有趣 很有趣 對 那我是一點都不擔心美玲的狀態 是 對 那反而是你說情感的表達 我17年前其實對表演 對演這種感情戲來講 我是比較害羞的 我其實每次碰到 小時候每次碰到感情戲 我都不知所措 我不會 就是我會變成我自己 我就沒有辦法 但是17年後 功力大增啊 對 然後反而是鼓勵那個 跟我一起演戲的曾冠東 跟他說 你要看我 你在看哪裡 你看我額頭幹什麼 看眼睛 看了眼睛以後又無神 然後又抓好久 我後來因為他是武生嘛 對他是金劇 金劇演員 除了他之外 好像還有方之翼 方之翼也是 方之翼是什麼角色 他就是演那個小咪 我的助理 但是他就是很大膽的會去 又去勾引金志娟的老公 又去勾引我的老公 他到他在找哪一個 到處方便 是比較有力的 對 那曾冠東 他的眼神一直都抓不到 我就說 我說你怕什麼 我 這一類的 然後我發現講沒有用 我必須要找到一個 他懂的狀態 有一天 他跟另外一個劇團 在排練 在我劇團排練 然後就說 東東你來一下 給我當個把手 把一下 兵器一抓 那個眼神 我就跟他說 東就這樣 你就這樣 你就把我當成獵物 您聽到的是《回憶的秘密》 也出現在《愛情瓦薩米》歌舞劇之中 有人說 回憶像個秘密 想拋開 就緊緊跟隨著你 因為有了回憶 生命才顯得美麗 有人說 回憶像是囚禁 一陷入 就永無翻身之地 因為有了回憶 我和你如此接近 酸的甜的 苦的辣的 通通交互在一起 千萬不要忘了 我們的約定 歡的喜的悲的 傷的沒有一樣的忘記 希望我們都會好好珍惜 你所聽到的《回憶的秘密》 也出現在《愛情瓦薩米》的後半段 對不對 最後結尾的一首歌 而且好像它對整個戲的轉折也有一些詮釋的作用 是 談一談這首歌 這首歌我覺得講到最後就是這個 真的可以證明這三個女人 三個好朋友 她們的情感是永遠不會隨著時間而退色 只有越來越濃 包括她們生命當中有個很大的轉折 可是她們還是願意手牽手的去完成 不管是期待也好 夢想也好 這當中也許也有遺憾 但是因為這一段友情讓一切都昇華了 是 一切都變美了 所以這一首歌每次出來 觀眾下面就哭死了 是感動的 是感動的 在處理上 就是我們講舞台劇都有很重要的 一個場面調度 兩位不同的導演 一個是郎祖雲 一個是郎祖明 我們到現在沒有聽到你怎麼樣談談 你弟弟郎祖明在導這個戲 跟你有什麼樣不一樣的地方 我一直覺得我弟弟有兩個腦袋 他是學化學的 可是他一直都在劇場裡面工作 你覺得他只會做行政 沒有 他其實在在藝文在編劇這個部分 他有很多他獨特的看法 像這一次有幾個轉折的改變 我就把自己放空在一個演員的狀態 我就不要去想太多 我就把工作分得很清楚 就看導演 那導演當然會來跟我商量 就是說他覺得這裡 好像應該要加重什麼 可能要做一些調度或是更改 那我覺得他的能力蠻好的 但是他也是一個很三八的導演 怎麼說呢 只要有演員沒來 他就會自己跳下來演 然後模仿那個演員 比方昨天他就模仿泛直槍 什麼 出擦單翻臂不上 Prada 他就自己下來演 全部的人都笑死了 他就很三八 對 但是氣氛又很好 我覺得不錯 我這個弟弟又有行政頭腦 又會看帳 然後又會導戲 然後還算是能夠知道怎麼樣編劇 有創作的 你已經可以很快就要退休了 蕭志偉 我專心演戲 蕭志偉 蕭志偉 好棒的一個孩子 因為現在很多網紅 他也是 他算是很長壽的網紅 因為他從很久 不像有些人可能在很久就不見了 他最讓我覺得 我說為什麼我很喜歡他 他對表演的熱情 是會讓我感動的 他每天真的都在想花樣 想花招 我可以做這樣的模仿 做那樣的事情 我可以做什麼不一樣的 然後他來的時候壓力很大 因為最先原先他的這個 他在這齣戲裡面要演五個角色 那原先的這個演員是娜薇 所以他嚇死了 他說娜哥 娜哥 我可以嗎 我們一直給他很多的信心建立 跟他講說要走自己的風格 所以他表現得很不錯 這個不錯到很多人來看了 包括有一些香港的經紀人 還有台灣的這個電視製作人 所以他現在已經在拍戲了 所以已經進入了演藝圈的專業了 正式正式 之前有了 之前他其實在剛畢業的時候 有演過我們製作的迪士尼的節目 迪士尼頻道的兒童節目 但是後來他就開始在網路上 每天他幾乎每天都發表新的東西 很熱情 我很喜歡他的這一種 你要說什麼上進心嗎 他的企圖心 他喜歡表演的熱情 是 不要漏掉范子偉的堂弟 是吧 范子強 范子強是演那種小奸小餓 實在演得太好了 我不知道 因為他 他也是個性蠻調皮的 可能也因為之前在如果兒童劇團 也常常 我覺得是跟他本身氣質有關係 就是小奸小餓的 所以他在裡面常常演壞人 壞人 兒童劇的壞人 不能夠讓人家真的討厭 就是有點可愛 所以他的這一種氣質到了這齣戲裡面演一個 在老婆面前是一個樣子 在外面這個把妹又是另外一個樣子的 有一點小小雙面人的狀態 他掌握得很好 雖然壞 可是觀眾還蠻喜歡他的 流裡流氣那個德性 滿有趣的 是 這些演員在這齣戲 也就是公開在彩排之前 他還要個別受一些發聲啊 或者是訓練 有 我們馬仲仁老師 馬仲仁老師就是馬任仲老師 馬仲仁老師 他就是每一個 他就是我們會有個別的聲音課 然後一個一個的他就是來劇團 我們有一台鋼琴嘛 他就來劇團一個一個的 然後先找到你最最舒服 你最應該要發聲的好的位置 才講到一首歌的詮釋 才講到一首歌的氣口 就是就是所謂換氣的位置等等的 是 所以每一個人包括說 像這個進去演員 像東東曾冠東 他跟我唱的那個愛情風險 他有一天他就 那時候我們真要開始排 要排舞了 歌要熟 他就跑到我旁邊偷偷的說 姐啊 我不知道那一拍要怎麼算 嗯 他算不出來 因為他是羅古典 對 他是聽羅古典的 不只是羅古典 因為他他京劇出身 他發聲的方式 對 他的共鳴腔都不在同一個位置上 對他跟方方 就是方志毅兩個人 是有受過老師很多的 這個這個這個指證的部分 後來老師就跟他講說 來你把你會唱的幾個 幾個調門告訴我 就是他唱幾個角色 就是本來是老生啊 不是老生啊 或者是這個這個這個 靜啊啊 就是這個這個花臉的聲音 然後老師就跟他說 你走一個 你你老生發音的那個位置 你看你聲音就高了 可是你不去想 那個力氣不對的時候 他唱高音唱不上去 嗯 然後包括那個算羅古典 我就跟他說 不是就有板野嗎 我就算給他聽 我說來吧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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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他就哎呀 這樣我就明白了 他就就知道了 所以這個這個跨行如隔山啊 是 我覺得真的很有趣 不過這我覺得這齣戲 最讓我覺得感動的是 不管是大大小小的哥哥姐姐們 或者是說大大的哥哥們 或者是小小的這些小朋友們 大家都好認真 所以我好感動 是 如果愛情像電影 我們來聽一聽好嗎 我們還有兩分鐘的時間 一聽就是開場曲 對 非常熱鬧的 我們趕快聽 要聽黃玉玲的音樂 要看何篤林的舞蹈 還有久違了金志娟的嗓子 以及其他的演員 更不要說還有我們狼姑 她的故事 她的導演 不能錯過的 什麼呢 愛情瓦砂比 有別人喜歡過程的感性 開始結束 沒什麼大意 像一出一世心態的電影 在愛情的孤獨裡 有人渴望完美的結局 9月28號星期五 7點半一場 9月29號星期六 下午2點半 晚上7點半各一場 9月30號下午2點半一場 都在台北城市舞台 不要忘記 不要錯過 9月28 9月29 9月30 大愛情 八月三好 十五 二十八 八月三